Hotel Icon最近引入了10款時令的山蠔 全部都由法國、愛爾蘭、美國等地新鮮直送 款款各有特色 Hotel Icon推出了10款精選山蠔 共賣品酒師配搭幾款不同的美酒 我誠意推介這個金黃玉山蠔 是來自法國的 它的蠔牆有出其他款蠔 但這個金黃玉山蠔是在蠔牆上頂班 因為它獲獎無數 這隻蠔 它上面有很特別的 有噴了一些20月月刻的食用金黃玉山蠔 它有肉身、相對厚身和肥味 它有豐富礦物味和淡淡的海水鹹味 我誠意推介一款來自法國的 它有浪漫之蠔之稱 我們都俗稱它Pinky 蠔牆裡面海水的流動不夠大 所以它有人工科技去彌補這個缺點 就是會將蠔升降 接受到太陽的照射之後 所以它的蠔面就會有淡淡的粉紅色 它的味道帶有少許蘑菇味和有少許榛紫香 它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特點 就是它相比其他蠔是特別滑的 基本上你一擺入口就可以冰掉它的喉嚨 杜拜以前都有養蠔的 但是它養的蠔就是為養殖珍珠 自從16年之後 它開始引入了太平洋種的食用生蠔種 回去培植 用法國的技術去淡化這個生蠔 還有它用人手去清潔和選擇 所以它現在出產的蠔 蠔殼本身外面都特別潔白 還有它的特點就是它的蠔杯特別深 吃起來比較爽脆 所以帶有大量海水味之餘 還有很豐富的口感 如果想一次過試多幾款的話 客人可以用328元 享用半打指定的生蠔 吃生蠔不知喝甚麼酒好 請品酒師推介一下 大家都知道生蠔 就是一種很新鮮的 海水味重或者很奶油 很多不同的質感 不同的飲品可以突出到 不同的生蠔的特性 我們慢慢逐一說 首先有香檳 我這個Mum Champagne Codon Rouge 就是1827年開始創立 它的特性是比較新鮮 Bubble很fluffy 很蓬鬆的 很舒服 Smooth的Bubble 然後它新鮮 會有很多果香 青蘋果 青蘋果 和梨 可以配上 比較脆的 濃味的生蠔 我們說一說 青酒 青酒 很傳統 配海鮮 為甚麼那麼傳統 因為青酒比較清爽 米有甚麼特性 比較淡 很清新的青蘋果 和少許麥瓜香味 不會很濃味 很辣口 生蠔 主要配一些比較清淡 味道為主 可以提升鮮味 最後 甜酒 我選了這個TOKAI 一個做甜酒 非常之出名的酒區 是來自胸牙利 它可以打完腸的作用 令你清一清口腔 濃味之餘 又不會令到 有些不好的味道走出來 因為有時 例如你吃了一些蠔 喝了一些錯的東西 會浸味更加壞 還會少少打完腸 令你有回甘的味道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